翠花很忙,为了获取一点额外收入,翠花一有时间就和婆婆一起来到山坡上,用木棍敲打树皮制作纤维,这种植物纤维是将树枝用水浸泡后,只保留树皮,这种树皮经过水的淘洗和木棍的垂打之后,会变得柔韧纤细,可以拿来销售换取微薄的收入。 蚊子再小也是肉,即便卖不了多少钱,也能给几个孩子买点零食补贴家用,纤维的整个制作过程极其漫长,陆陆续续需要花费将近一个月的时间,一边锤打还有一边在河水中清洗,这样才能保持纤维的纯净度。 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,河道里的溶水冰凉纯洁,可以直接饮用,不过水温太低不适合洗澡。 翠花忙完以后还要给另一块田地除草。 这块地里的玉米长是不好,整块田地也就只长了几十颗玉米而已,显然不会有太好的收成。 如果趁着现在补种上一些玉米苗,或许多少也能增加一些产量。 不过翠花好像不懂得补苗,只是一味的埋头蛮干。 稀疏的玉米苗几乎没有打理的价值。 翠花却依然出着蛮力,拿着锄头弓着腰,一点点给庄稼松土除草。 临近中午时分,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山岗上,牛羊都无精打采地趴在地上。 吃饱喝足的牛羊也准备睡个午觉。 翠花的公婆再杀了一只老母鸡。 翠花便坐在炉火旁帮忙清理。 鸡肠子积下水之类的杂肉也不能浪费。 清理好后直接放进炉火中焚烧,便可以直接食用。 多余部分,公婆特意让翠花带回家去,给几个孩子们补补身体。 翠花的公婆在山坡上杀鸡吃肉。 翠花便帮忙一起处理。 老两口没舍得全部吃完。 挑了两个鸡腿和几块肥鸡肉,让翠花带回家中。 他们只是吃了些鸡肠鸡脚鸡头之类的杂肉。 翠花拎着公婆给的鸡肉背着一罐干柴,拿着锄头回到家中。 家里依旧是冰锅冷灶烟火全无。 翠花顾不上喘口气,水都没顾上喝一口,便一屁股坐在炉火旁,准备点火煮饭。 昨天的剩饭锅重新灌满清水,架在炉火上大火烧开。 趁着这个功夫,翠花在平底锅里舀上半锅大米。 用水烧家淘洗之后,用手抓着一把一把塞进锅中大火炖煮。 今年翠花家里的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提高。 往年常吃的玉米面团也被换成了大米饭。 一家人基本实现了吃米自由,时不时还能做点油饼改善口味。 昨天翠花油饼炸得不老少。 虽然有很多油饼因为油温没有控制好,被炸成了黑不溜秋的样子。 但是他们也没舍得扔掉。 可以作为孩子们的餐前零食,趁着煮米饭的功夫。 几个孩子围着炉火吃着昨天生下的油饼。 这些油饼没有用发酵粉,也没有放任何调料。 吃起来索然无味,而且也特别坚硬。 但是几个孩子却吃得津津有味,极为满足。 小川和妹妹甚至高兴地手舞足蹈,又蹦又跳。 透着孩童的天真浪漫纯真无邪。 煮米饭比较轻松,不需要反复搅拌。 只需要水开后盖上盖子。 小伙们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。 趁着焖米饭的功夫。 脆花取出从牛棚带回来的几块鸡肉。 准备煮来吃。 鸡肉放在柴墩上,用柴刀分粒剁成小块。 脆花和孩子们总算有口福了。 今天脆花从牛棚回来时,公公婆婆给脆花送了几块鸡肉。 脆花煮了一锅大米饭。 然后将鸡肉用柴刀劈开。 准备炒来搭配米饭一起食用。 这只鸡明显比脆花家里养的鸡要肥大不少。 看着飙肥体后,拿在手上感觉沉甸甸的。 光这两只鸡腿都有两三斤重。 鸡肉切好后,米饭也煮得恰到好处。 将米饭从炉火上端下来,架上炒锅准备炒肉。 馋嘴的三女儿,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鸡肉就要往嘴里塞。 还好被脆花发现及时制止。 她也是为了孩子们的健康着想。 几个孩子围着脆花,眼巴巴地望着饭锅。 只有二女儿独自躺在蒲尾席上复习着功课。 读着早已滚瓜烂熟的课本。 炒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。 撒入咖喱粉和小茴香爆出香味后。 将鸡肉一股脑倒进锅中大火煸炒。 瞬间,鸡肉和咖喱的浓郁香味便飘散开来。 馋得人口水直流。 鸡肉煸炒至吸干水分后,即可倒入清水。 抓上一把粗盐扔进锅中。 大火炖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。 眼见马上就能吃到肥美的鸡肉。 几个孩子迫不及待地做成一排。 乖乖地等着即将到口的美食。 煮好的米饭产在盘子上。 再配上几勺浓香四溢的咖喱鸡肉。 孩子们顾不得烫手烫嘴。 用手抓着狼吞虎咽。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 今天这一锅肉虽然只是半只鸡。 分量看起来却也不少。 至少每人都能吃上几块锅锅里。 昏暗的灯光下。 杂乱的生活物品依旧随意堆放。 翠花一天到晚忙的也顾不上收拾。 她不但要辛勤劳作还要照顾着几个孩子。 从早到晚任劳任怨。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。 想要给家人更好的生活。 他们的生活在我们看来或许是贫瘠的。 不过他们也乐在其中。 平和的心态乐观而积极的性格。 却也值得我们赞赏和学习。 感谢观看。 谢谢关注。 下期更精彩。